陳金鋒上來打擊 絕對都是相當刺激的 將一個球投進了好球袋 接下來面對的是台灣巨炮瘋哥 陳金鋒 今天在前面三次的打擊 有一次是利用寶宋 站上禮包 我最可怕的打者就是這樣子 他的打擊率 甚至於拳內打都隨時有可能發生的狀況之下 在前面都還沒有安打 很有可能在這個打擊就會出現一個 令人意想不到的一個結果 上個球技對上葉丁仁其實打不好 七個打數裡面只有一隻的安打 生涯打葉丁仁 風哥 二十一個打數裡面也只有五隻的安打 對戰的打擊率 只有兩成三八 這個球又是消過了好球袋 球壓得滿低的 這個球被判好球 打者將會很頭大 那接著在另外這個球籃 到底要不要打就 比較麻煩 讓打者比較會困惑 事實上這種球你要說要打得 這個 跑也比較困難 追打一個遍地的壞球 剛剛那個球被判好球 這個球呢是 被騙了 揮棒落空 遭到了三陣 葉丁仁在上來之後 所投出的第一次的三陣 這也是陳金鋒今天第二次領到老K 那個偏低的直插球 又是這個陳金鋒去追打這個 變化球 其實前一個的那個低角度的這個直球啊 讓被裁判判好球之後 其實陳金鋒就 其實會就會感到 欸 差不多相同的高度的球來 我就必須要去做揮棒的一個動作 那就是這個球 這個投手投得相當的低 但是為了避免 站著被三陣的這個結果 這樣狀況發生呢 還是去追打這個 比較遍地的一個變化球 是 接下來打擊輪到的是 右右面 鍾成佑 這個球是一個好球進來 這個球是一個好球進來 其實看起來兩個角度都 這個高度都差不多 一個是直球 一個最後面的這個是一個直插球 所以變成裁判有這樣的一個判決的時候 會讓打者會比較會去追打相同同樣的一個角度的球來 再來看一次 其實兩個角度真的是看起來 在那麼瞬間這個那麼短的時間去做判斷的話 真的是蠻難分辨這個好壞球 這一個球 拉到了中間方向 距離夠不夠 遭到了接殺 在賽制上的跑者要回來得分應該沒問題了 郭英文利用這個高飛機身打回來得分攻下球隊的第三分 但是鍾成佑遭到接殺也形成了兩出局 邊方向的高飛機身打 現在變成8比3 雙方還有5分的差距 左邊對不同的投手 做出來的這個 表現出來的結果都不一樣 在第五局也是蠻點的狀況之下 這個鍾成佑對麥格倫打出一個投手拳的 一個滾地球造成雙殺 也結束了那一局的一個攻勢 那現在這個打擊呢 就打出了一個這個高飛身遠的高飛細身打 那球隊也得到了1分 接下來打擊突然到的是黑豆葉竹萱 葉竹萱呢在今天球季 對向左頭跟右頭差很大 打擊率也有對向左頭高穩 超過四成的打擊率 這個球出手 結果打到的是要玩野方向的飛球 距離稍微不夠 遭到了接殺 結束這個半局的進攻 追回了2分 雙方現在還有5分差 到達了 到達了